各位,上次說到魏東亭想找一個精通門路的人 幫忙打聽一下鑑媒婦女的下落 但是自己剛剛調到京城不久 認識的人太少,年氣托了幾個 那些人一聽說要找的人 是得罪了當朝泰師、蠔拜的親弟 每個人都耍手劍令,說惹不起蠔拜的人 魏東亭沒有辦法 被迫托小毛子入皇宮就找他媽媽出來商量 他在皇宮的西角門外面等了半個時辰 就來正午了,宣事才能出來 本來皇帝的奶媽照規矩是不可以出外面會見家人的 說這樣呢,是怕他見到家人之後 講起家中的凡事,心情不好就會影響奶水的質量 不過從順治皇帝起,這個規矩才有一點鬆動 再講宣事從國門一出來,就閉上臉問魏東亭 哎呀,你有什麼急事要見我啊? 剛剛我事後正在主旨 如果為一些雞毛蒜皮的事,第二次就千萬不要了 魏東亭就任娘親說,照例陪著笑說 如果是雞毛蒜皮的事,怎麼驚動老太太的? 那家妹妹被人搶走了啊 什麼? 宣事一聽就急了 你…你在哪兒看見她的? 她怎麼來到京城? 啊,又怎麼被人搶走的? 魏東亭呢,就把屎鑑梅父女在街頭賣藝 遇到木里馬,踢檔的事就原原本本說了出來 宣事聽到眼都光了啊 唉… 家妹這個女兒命苦啊 她媽媽臨死的時候拉著我的手交戴 要我看著她,照顧她長大 唉…想不到我一進了皇宮 兩家人都撞壞運,散光了 現在怎麼算好啊? 魏東亭也都嘆色話了 唉…上午我撞見阿梅的時候 什麼都來不及問 又沒有問她怎麼離開家裡 怎麼遇到屎龍彪大學的一身本事的 我真是無從知道啊 算是索了兩下鼻歌 拿條鑽筋就擦一擦眼淚 唉…事到如今,急都沒用了 你先打聽一下人在哪裡 我來再想辦法吧 幸好,家母的人都算聰明,不學得理 我猜都不會出什麼大事的吧 等我再求主子想辦法 幸好的,就會有轉機了 看她命不命好 魏東亭呢,原來想著找娘親來出個主意 事因娘在醒到很多年啊 又是當今皇帝的奶媽 或者會有辦法 唉…想不到娘又是什麼著落都沒有 就唯有答應說 娘怎麼說怎麼好啊 說完另轉身就走開了 剛剛走了幾步 又被孫氏叫住了啊 唉…等一會 唉…主子已經說過了 又明天起 叫你入內庭當警察 這樣說不來呢 將來駁到雨前行走的機會 雖然說,還是內務府的警察 那身份就不同的 以後你要用心去做啊 如果讓人家說你一句半句的 我不肯過你的 啊…還有啊… 你呢…你在外面如果找到阿梅的 不妨就先接到你那裡先 然後再告訴我啊… 啊… 說完宣事就急急進回皇宮了 那麼至於魏東亭 後來怎麼找的 那就不說個字 花開兩朵就各表一枝 那麼再說那個來京城等間考試的舉人 五次友啊… 原本想著出城搭青上春的 誰知就捱了整套戲回來 連戲四五日他都未曾出過月瓶客店的門口一報 每當想起那對江湖賣藝的婦女受欺凌的事呢 就欺憤難平啊… 明珠見到她躺在床上煩躁不安 那麼又知道她在為木里馬橫行霸道的行為生氣了 於是就一直陪著她 想聊一下別的事來替她散心呢 那麼忽然間聽見道竹簾咧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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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戲處就進來了 左手拿著四起盒 右手就抱著一個大的酒情 她把盒放在桌面 然後呢 把情就慢慢放到桌底 跟著順勢就幫五次友請了個安華 耶啊 聽說今年春試不舉行了 不過新皇帝登基 肯定會加科損事的 二爺金科必定得意的 一次說那一次笑騎騎就打開了食盒 食盒的上格呢 熱氣騰騰就放著一碟糕 一碟粽 一碟燜好了的鴿魚 還有一支毛筆 麥錠 和一把魚耳 放得整整齊齊 就好好看看 何貴柱將裡面的東西 逐樣逐樣就放上桌面 又揭開下格了 哦 是一色綠碟蒸菜來 煞時間 整間屋就香氣四日了 何貴柱一字擺就一字說了 嘿嘿嘿 這些是小人的一些孝敬儀師 請二爺上綱 我知道二爺家裡世代大嶼 不相信這些東西的 不過我不斷以圖的吉利 拿個意頭的而已 那本來沉悶的空氣 被何貴柱這麼搞 即時有些活躍了 五次有就起來 踢著對鞋 笑著說了 嘿嘿嘿 那就滾搞了你了 哎呀 管他什麼意頭不意頭 最重要的口有福就行了 明珠 來來 龜柱 反正這裡又沒有外人 我們三個索性就一起坐坐 何貴柱見到公子歡喜 也覺得開心 又見請自己一起喝酒 這麼給面子 馬上就叫伙計 將過年用的炭爐 偷著搬過來燙酒 再去嘉慶樓 靜靜請了阿翠姑過來 那 五次又一聽 就以為他要叫哥妓來 就聯盟說 哎 千萬不要 我怕什麼的 況且嘉慶正是郭桑琦 嘿嘿嘿 不相關的 二爺 我請的翠姑 並非清流中人 不過他是跟秋香苑那些人唱曲 都算是有點身份的 二爺你小心是可以 不過呢 雖然是郭桑 之又是身亡登基的喜慶日子 大家都不忌諱了 那差不在我們呢 嘿嘿 秋香苑的七姐妹 昨天還在奧拜中堂家裡唱堂會 嘿嘿 我們家居小苑 二爺要取功名 那等他來唱之曲座阿慶也都不過份了 好了 那三杯熱酒落土 五次有陰沉的面子就鬆開些了 把酒杯咬聲放下桌 哈哈哈哈哈哈 唉 說起功名義智 想到真是五味俱全 有意思到了極點 沒有意思也到了極處 明珠撲了一口酒 夾給一口清清海參照照下就說了 呵呵 那問大哥 怎樣有意思法呢 哈哈哈哈 現代你不知道了 貴處就清楚了 貴處呀 你告訴他 貴處喝了幾杯酒 這時候也有點忘形了 被公子點到自己的名字 就舉起酒杯小笑話 嘿嘿嘿嘿 為社職秉君子之氣 那是老太爺整天掛在嘴裡說的話 嘿嘿 我以前是公子家裡的家人 聽得多了 公子家裡七代之中 出了四個狀元 三十個俊士 嘿嘿 真是索盡揚州的地氣 人家看五家 就好像從地下望上天一樣 用老太爺的說話說 要早榮身任子孫 嘿嘿嘿 這麼好的事 當然是有意思了 嘿嘿 說完 他把那杯酒一喝而盡 五次有就拍了手掌了 嘿嘿嘿 說得好 解得透徹 出則如麻 入則高堂 堂上一夫 佳下百應 葡劉仙先生說 貴柱 你真是解得好 明主還是第一次聽到五家前世的事 他喝了一杯酒 就連亡運了 那又為什麼說沒有意思呢 貴柱就不敢回答了 看著酒杯發了一陣牛鬥 這層小人就不太明白了 或者是做官雖好 總要操心 讀書雖好 總是虎視 不過這樣解法都未必對的 五次有剛剛想答話 窗口外邊忽然傳來火記把聲 阿翠姐啊 就在這裏了 主人家都在等著你了 何貴柱聽到翠姑來了 就連亡起來 立起門簾 嘿嘿嘿 阿翠姑 你好你好 快點來見過二爺吧 我那個翠姑呢 微微笑 輕輕盈盈地入了屋 穩穩蕩蕩 向五次有和明珠道了兩個萬福 五次有就打量一下這位翠姑了 嘿嘿 幾乎笑出聲 原來才是十八九歲的姑娘你 頭上沒有插什麼 上身就穿月白色的堪肩 下身捅一條石青色的摺裙 嗯 額頭似乎高了些 面上脂粉淡抹 蛤眉輕素 體態凝重 他抬高一點點眼 掃了眼走直到一些東西 啊 是不是幫公子高中壯色的呢 五次有本來就有點驅促的 見到人家女仔人家大大方方 自覺好笑就連亡話了 啊 我本來就不自助這些什麼意頭的 不過既然擺了上桌了 那大家隨便高興一下 好來來來來 不用拘束 大家一起坐一起坐 講完就起來 遞了一杯酒過去給翠姑 翠姑連和站起來就雙手接過 喝了 我多成公子厚二 不過既然叫了我來 還是公子喝多點 紅莊助酒就是了 講完 在懷中的絲袋裡 就拿了一支燒出來 你們一路喝吧 我吹燒助興 明珠本來也擅長吹燒 哇 見到翠姑那隻燒呢 陷金雙玉 光澤耀眼 不如得手痕痕 啊姐姐 如果你不嫌棄 不如我來吹燒 姐姐清唱起不是更好 五次有跟鬼主就一起拍手說了 好好好 這樣好這樣好 明珠就問了 姐姐啊 你唱一段什麼啊 翠姑想了一下 嗯 就唱一段 湯學士的莊台巧碎了 好啊 那就吹五公仰調了 只見明珠五子興書 呼呼喵喵的笑聲就飄然而出 翠姑劉波一盼 讚了聲吹得好啊 跟著就按著節拍而唱了 雙逢憑知 這一段春光吩咐他誰 他是個雙春客 向月夜走難時 人詐遠默默此情誰識 人散花登席 人盼花朝日 著意東軍 亦自怪人冷淡中席 唱完 個個就拍手歡笑 明珠就說了 好好好 好像姐姐那樣的人品 又有誰會對你冷淡中席才行 何愧柱就塌嘴了 嘿嘿嘿嘿 唱這首詞太文雅 我反而覺得 阿翠姑你前天唱的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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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鬼話好聽一點 明珠就揭揭聲笑 啊 實是尖鬼掛 說完他又吹起一支燒 翠姑又唱了 黃昏遇得殘莊霸 窗外西方冷透沙 聽招聲 一陣陣細雨下 何處於人閒合啞 望穿秋水不見還家 山山淚此麻 又是想他 又是恨他 手拿著 紅瘦孩 尖鬼卜 一曲唱完 明珠就叫了聲 好先 五次有亦跟著笑了 幾好幾好 雅族共賞 什麼叫做紅瘦孩 尖鬼掛呢 都要請教 翠姑想說不說 還沒開口 好 何貴處就說了 這個小人知道了 是說丈夫出了軟門 她的娘子就叛囊歸 之後不好意思去問掛 就拿著著紅瘦鞋 拋到地上來占卜 鞋面在上的 就是男人要回來了 鞋底在上的 就是反過來 就是一時回不了來 這樣是不是 何貴處這一番粗俗不堪的解說 也都很透徹一下 搞到眾人就啪啪聲笑 明珠忽然間醒起來 就問五次有 大哥啊 先頭你不是說公明有意思和沒有意思嗎 小弟還是不知道你那個沒有意思是怎樣解釋的 五次有啊 好呢 那我就告訴你 你也知道 在華音剛落 忽然聽到門口外邊有人說 嘩 諸偉一尾在這裡快樂 不記得我了 接著又見到魏東廷 立起門簾進來了 哈哈哈哈 明珠露表 一早我就想找你了 想不到今天才有空 眾人就連忙起來拱手相迎 咦 五次有見是前幾天 西河邊打抱不平的那個青年來 就更加高興了 快點坐 快點坐 今天真是好日 西河邊一游識得的魏賢帝 十分仰慕 十分仰慕 想不到這麼快 我們又見到面了 真是好風送軍來 與我共打仗 講完 就拉魏東廷入座了 那個翠姑呢 一早就留神 在魏東廷的身後邊 還站著一個少年的 約莫十歲大的 那麼緊 詩詩文文的站在門口旁邊 就連忙問 這位少爺 是不是跟魏大爺一齊來的呢 魏東廷都問了 就連忙笑著說 是啊是啊是啊 他是我家龍公子 一齊出來逛逛的 想不到撞到來這裡 我們坐下就走了 那位少爺拱手對眾人一哭 既來之則安之 那又坐下再走呢 眾人見到那個人仔細細 但是舉止穩重 落落大方 又見到魏東廷對他呢 禮數周周也不敢輕慢 五次有就請他一起入座了 魏東廷就想把這個蛇 讓上去上座 但是少年擺下手說 不用了 這裡又不是在家裡 無需太多禮了 說完就靠著翠姑旁邊坐下 嗯 我們先頭在外面站了一會兒 聽見五先生高論講功名 也挺有趣的 請接著說他 五次有就說了 哈哈哈哈 那我就接著說說 應考舉止的無意思 說到無意思嘛 唉 就不是貴處先頭那種解釋 以前不是有一句名言 凡利之食於是者 蓋民之益 既然做官的是當百姓的奴才 就不應該怕操心和怕吃苦 龍公子聽了就笑著問 我聽說 百官都是皇上的奴才 為什麼先生反而說是百姓的奴才呢 哈哈哈哈 天子之命是於文明 相比起來 文明更重要 誰得了民心 江山就會穩固 誰失了民心 任你天子皇上都是套美難牆 嘩 魏東廷在旁邊聽見五次有這樣說 當場面都白買 這個龍兒是誰呢 原來就是當今皇上康熙皇帝 嘻嘻嘻 五次有在皇帝面前說這樣的說話 他會怎樣 要知道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 回分解 回分解